北京时间1月7日,来自雅虎铭记海恩斯的报道,快船球星莱昂纳德的伤病恢复好于预期,有望在本赛季回到赛场。 对于快船来说,这会是他们迎来的一个巨大利好消息。 如果快船能保持现在的排名进入季后赛,当乔治和莱昂纳德合体,他们将不惧怕任何球队。 在上赛季西部半决赛快船对阵爵士的第四场比赛中,莱昂纳德在第四节一次与英格尔斯碰撞中出现伤情。 但过了两个回合,莱昂纳德才被换下场。 一开始,莱昂纳德并没有返回更衣室,坐在板凳上也没有接受治疗,自己也认为没有大碍。 但赛后的检查却表明,莱昂纳德遭遇了前十字韧带撕裂的严重伤病。 这导致莱昂纳德不但上赛季后赛剩余比赛无法出战,按照此前的预计,小卡将缺席本赛季的所有比赛。 但从现在的情况来看,他的恢复状况非常好。 海恩斯在TNT的节目中用很有可能这个词汇来形容莱昂纳德本赛季回归的前景。 本赛季在没有小卡的情况下,快船开局在乔治带领下始终维持超50%的胜率。 但此后,乔治也开始陷入走步的伤病之中。 不过,快船在泰伦卢的调教下并没有出现崩盘,而是继续维持在西部前八位置。 如果在赛季末,快船能够等到小卡和乔治一同出战,他们将无所畏惧。 到时如果勇士和太阳首轮就遇到快船,场面将难以预料。